如何加热冷藏的母乳? 如要取用的是结冰奶 要先于饮用前一晚 把冰奶从冰格移到冷藏格慢慢溶解 并需于24小时内饮用 如需加快溶解冰奶 可用自来水冲奶瓶 若要饮用的是冷冻奶 未必需要加热 因宝宝可以直接饮用冷冻奶 如有需要 可把奶瓶放进摄氏55度以下的暖水 加暖至合适温度 把奶滴在你的手背室温 感到暖和便合适了 加暖后的奶需于一小时内饮用 切勿用微波炉或者主食炉加热母乳 过热会破坏母乳的营养 用微波炉加热更有机会因热力不均匀而灼伤宝宝 冷冻后的母乳会有分层现象 最上层是脂肪并成淡黄色 这是正常的 并不是变坏 为补前把奶摇匀便渴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